如臨外史 第五回 王秀彩以立偏房 嚴監生疾中正寢 話說中梅子恩湯之願家死了老師傅 鬧張喜來 張願衙門為的水舌不通 口口聲聲只要抽出張靜齋來打死 知願大經 世世在衙門旅追問 才曉得是門子洩漏風聲 知願道 我再不對 到底是一願之主 他敢對我怎樣 切或鬧了進來 看見張世卿 就有些開交不得了 如今須是切法先把張世卿弄出去 來了這個地方才好 忘換了幾個心腹的牙翼進來相耳 幸得衙門後身緊靠著北城 幾個牙翼先流到城外 用城紙把張範二位系了出去 換了南部衣服草帽草鞋 沉一條小路 茫茫如喪家之狗 急急如漏網之魚 連夜找路回省成了 這女學師典史 驅出來安民 說了許多好話 還回止漸漸的散了 湯之願把這情由 細細寫了個稟貼 稟知按賊詩 按賊詩行文書核了之願 湯奉見了按賊詩 擇去沙母 指管蓋頭 按賊詩道 論起來 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太輕率說 家宅就罷了 何必將牛肉堆再加上 這成何形法 但此雕峰也不可長 我這女小不得捉幾個為頭的 盡法處置 你且回衙門去辦事 凡事須要斟著歇 不可任性 湯之願又蓋頭到 這是是悲蹟不是 蒙大老爺保存 真乃天地父母之恩 此後知過必改 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 這幾個為頭的人 還求大老爺發下悲怨發落 想悲蹟一個臉面 按賊詩也答應了 知願購借出來 回到高要 過了些時 果然把五個為頭的回子判成家民協制官府 依律家宅 發來本願發落 知願看了來文 掛出牌去 次日早晨 大搖大擺的出堂 將回子發落了 正要退堂 見兩個人進來哭怨 知願叫帶上來文 一個叫做黃小二 是共生嫌大衛的緊鱗 去年三月內嫌共生嫁一口才生下來的小豬 走到他家去 他方忙送回嫌家 嚴家說 豬到人家 再尋回來 最不利是 逼著出了百錢銀子 把小豬就賣給他 這一口豬 在黃家已養到一百多斤 不想錯走到嚴家去 嚴家把豬關了 小二的哥哥 黃大走到嚴家討豬 嚴共生說 豬本來是他的 要討豬 照時值股價 拿幾兩銀子來領了豬去 黃大是個窮人 哪有銀子 就和嚴家爭吵了幾句 被嚴共生的幾個兒子 拿山門的山 乾面的象 打了一個臭死 腿都打折了 誰在家裡 所以小二來哭怨 知願喝過一邊 帶那另一個上來問道 你叫做什麼名字 那人是個五六十歲老者 稟道 小人叫做黃夢筒 在鄉下住 因去年九月上願來交錢糧 一時短小 央中人向嚴香身借二十兩銀子 每月三分前 寫借約 宋在嚴府 小的卻不曾拿他的銀子 走上街來 遇著個鄉里的親倦 他說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過幾分數 在下鄉去切法 勸小的不要借鹽 和嚴家的銀子 小的交完錢糧 就和親戚回家去了 至今已是大半年 想起這事來 問嚴府取回借約 嚴香身向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息錢 小的說 並不曾借本 何得有理 嚴香身說 小的若當時拿回借約 他可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 因不曾取約 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 不了大半年的利錢 該是小的出 小的自知之不是 向中人說 情願買個提酒上門去取約 嚴香身執意不肯 把小的盧兒和米同梢袋 都叫人拿了回家 還不發出借據來 此樣含冤 苦屈的事 求大老爺做主 知願聽了 說道 一個做共生的人 舔裂衣冠 不在鄉裏間做些好事 只管如此騙人 實在可惡 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 原告在外事後 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共生 嚴共生荒了 自心裡想 這兩件事都是實的 倘若審斷起來 體面上不好看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卷卷行李 一流煙急走到省城去了 知願准了 狀子 發房 出了差 來到嚴家 嚴共生已是不在家了 只得去找著嚴二老官 二老官叫做嚴大玉 自知和 他哥自知中 兩人是同胞弟兄 卻在兩個宅里住 這嚴志和是個鑑生 家師豪富 足有十多萬銀子 嚴志和見警察人來說此事 他是個膽小有錢的人 見哥哥又不在家 不敢輕慢 隨即留警察人吃了酒飯 拿兩千錢打法去了 忙打法小師去請兩位扣爺來商議 他兩個阿扣姓王 一個叫黃德 是學府品善生源 一個叫黃仁 是願樂品善生源 都做著極慶投的館 真真有名 聽見每將請 一齊走來 嚴志和望把這件事鬆頭告訴一片 現今出了差票在此 怎樣料理 黃仁 黃仁笑道 今輕平日常說同湯公有交情的 怎麽這一點事就嚇走了 嚴志和道 這話也說不盡 只是家輕而今兩腳站開 差人卻在我家裡吵鬧要人 我怎能丟了家裡的事 出外去尋他 他也不肯回來 黃仁道 各家門戶 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 黃仁道 你有所不知 衙門女的差人 因每將有碗飯吃 他們做事 只簡有頭髮的爪 若說不管 他就更要的人緊了 如今有個道理 師父底抽身之法 只燒請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 眾人遞個難辭 辯血了 良者也沒有多大的事 黃仁道 不必有去求人 就是我們如兄弟兩個去尋了黃小義 黃夢筒 道家替他分說開 把珠還給黃家 再拿撒銀子 給他 給他依那打壞了的腿 黃家那借藥 查了還他 一天的事 都沒有了 嚴智和道 老構說的也是 只是我家嫂也是個糊塗的人 幾個寫疾 就像生郎一般 也不聽教訓 他怎肯把這珠和借藥拿出來 黃得道 每將 者話也說不得了 假如今嫂令侄爭 你認晦氣 再拿出幾兩銀子 折個珠價 給了姓黃的 黃家的借藥 我們中間人立個字句給他 說尋出作廢子無用 這事才得解決 才得已根清靜 當下商議已定 一切辦得妥當 嚴二老官連在衙門洗費 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 官司已了 過了幾日 料理了 一直走 請二位舅爺來致謝 兩個壽彩 拿班作勢 在管裡又不肯來 嚴智和吩咐小師去說 奶奶者 歇時身體不舒服 今日一者請吃酒 二者奶奶要跟舅爺們談談 二位聽見者說 方才來 嚴智和即刻迎進廳上 吃過茶 叫小師進去通知奶奶 丫鬟出來 請二位舅爺 進到房內 抬頭看見他妹子王氏 臉黃基壽 歇生生的 路也走不存 還在那女自己裝瓜子 剝叔子扮圍蝶 見他哥哥進來 放下手邊的士過來相見 奶媽抱著妾生的小兒子 年方三歲 戴著銀行圈 穿著紅衣服 來叫扣扣 二位吃了茶 一個丫鬟來說 召新娘進來拜扣爺 二位連忙到 筆勞吧 坐下說了謝家常話 又問妹子的病 總是虛弱 該多用補藥 說罷 前廳擺下酒席 讓了出去上席 聚歇閒話 又提起嚴智中的話來 黃人笑著向黃德道 大哥 我倒不解他家老大那中文筆 怎會補起品來的 黃德道 這是三十年前的話 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身 本是個原理出身 知道什麼文章 黃人道 老大兒今月發離奇了我們之親 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 卻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 想起還事前年出公樹期乾 在他家裡繞過一直走 黃德愁著味道 那時我不曾去 他為出了一個公 拉人出賀禮 把種甲地方都派份子 願你狗腿差事不消說 弄了有一二百吊錢 還欠下廚子前 徒護肉案子上的錢 至今也不肯還 過兩個月再家炒一回 成什麼模樣 嚴智和道 便是我也不好說 不瞞二位老購 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 逐日夫妻四口在家道日 豬肉也捨不得買一斤 每當小兒子要吃時 在屬切店內買四個錢的控他就是了 家興串 家興串土也無 人口又多 過不得三天 一買就是五斤 環繞白煮稀蘭 上頓吃完了 下頓又在門口歇魚 當初婚家 也是一樣田地 百百都吃窮了 而今端了家女梨花以止 肖肖開了後門 換肉心包子吃 你說這是如何是好 二位哈哈大笑 笑罷 說 只管講這些運話 五了我們吃酒 快取悉盆來 當下取悉子送予大購爺 我們行藏圓令 兩位購爺 一人行一個藏圓令 每人種一回藏圓 吃一大杯 兩位就種了幾回藏圓 吃了十幾杯 卻又古怪 哪色指景象之人是的 嚴監生一回藏圓也不曾中 二位拍手大笑 吃到四更進鼓 跌跌撞撞 扶了回去 自此以後 黃氏的病 漸漸的重起來 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 都是人心父子 總不見效 看看我床不起 生兒子的妾在旁是奉湯藥 極其恩勤 看他病世不好 夜晚時 好了孩子在床腳頭坐著哭一 哭了幾回 哪一夜到 我兒今子求菩薩把我帶了去 保佑大娘子好了吧 黃氏道 你又疑了 各人的壽數 那個是替得的 趙氏道 不是這樣說 我死了值得什麼 大娘若有些長短 他爺少不得又娶個大娘 他爺四十多歲 只得這點骨血 再娶個大娘來 各樣的各痛 自古說 晚娘的拳頭 魂你的日頭 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 我也試過死數 不如早歇替了大娘去 還保得這孩子一命 黃氏聽了 也不答應 趙氏含著眼淚 逐日烏雲 灰藥灰竹 寸步不離 一晚 趙氏出去了一會 不見進來 黃氏問丫環道 趙家的哪女去了 丫環道 新娘每夜擺個香灼在天井里 哭天求地 他要替奶奶 保佑奶奶就好 今夜看見奶奶病重 所以早歇出去拜求 黃氏聽了 此信不信 次日晚間 趙氏又哭著講這聲話 黃氏到 何不向你爺說明白 我若死了 就把你扶正 做個填房 趙氏忙叫請爺進來 把奶奶的話說了 嚴治和聽不得這一聲 年三說道 既然如此 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扣爺說定此事 才有憑據 黃氏搖手道 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 嚴治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扣爺來 看了藥方 商良再請明依 說吧 讓進房內坐著 嚴治和把黃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 又到 老扣可親自問令妹 兩人走到床前 黃氏已是不能言語了 把手指著鞋子 點了一點頭 兩位扣爺看了 把臉目喪著 不行一聲 雖如 讓到書房裡用飯 彼此不提者話 吃吧 又請到一家密屋裡 嚴治和說起黃氏病重 吊下淚來道 令妹自道寫下二十年 真是弟的內座 如今丟了我 枕生是好 前日還向我說 岳父岳母的墳 要修理 她自己積的一點東西 留級二位老扣作個紀念 因把小絲都叫出去 開了一張櫥 拿出兩封銀紙來 每位一百兩 第級二位老扣 幽嚴輕易 二位雙手來接 嚴治和又到 卻是不可多心 將來要被制卓 賀費錢財 都是我這女備齊 請老扣來行禮 明日還拿矯子 接兩位扣奶奶來 令妹還有些首飾 留慰紀念 交代完畢 仍夠出來助著 外面有人來訪 嚴治和陪客去了 回來見兩位扣爺哭得眼皮紅紅的 黃人道 方才同家卿在這女說 寫妹真是女中丈夫 可謂黃門有幸 方才這一番話 恐怕老妹像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 還要仿仿忽忽 疑惑不清 枉為男子 黃德道 你不知道 你這一位餘夫人 關係你家三代 寫妹沒了 你若另娶一人 磨害死了我的外生 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 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 黃人拍著卓子道 我們念書的人 存在剛常上做了功夫 就是做文章 代孔子說話 也不過是這個理 你若不依 我們就不上滿了 嚴治和道 恐怕韓族多話 兩位道 有我兩人作主 但這事須要大造 妹像 你再出幾兩銀子 明日子做我兩人出的 備十幾席 將三黨親戚都請來 趁舍妹見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 立為正室 誰人再敢放屁 嚴治和又拿出五十兩銀子來 二位喜迎於息去了 過了三日 黃德黃人 果然到嚴家來 寫了幾十副貼紙 騙請諸親六卷 雜個吉奇 親倦都到齊了 只有隔壁大老爹 加五個親侄子 一個也不到 眾人吃過早飯 先到黃氏床面前 寫立黃氏圍竹 兩位舅爺黃於具 黃於衣都畫了字 雖然 穿著青衣 穿著青衫 備了紅籽 兆視穿著大紅 戴了赤金罐子 兩人相拜了天地 又拜了祖宗 黃於衣廣有才學 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的文 甚是狠切 告過祖宗 轉了下來 兩位舅爺叫丫鬟在房裡 請出兩位舅奶奶來 夫妻四個 齊鋪鋪請妹像 妹子轉在大邊 蓋下頭去 以罪子妹之禮 眾親倦都分了大小 加上管事的管家 家人識婦 丫鬟屎女 黑壓壓的幾十個人 都來向主人主母蓋頭 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 拜皇室做子子 哪時皇室已發婚去了 行禮已不 大廳 二廳 書房 內堂屋 男客與女客 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 吃到三更時分 嚴鑑生正在大廳陪著客 奶媽芳芒的酒鳥出來說道 奶奶斷氣了 嚴鑑生哭著酒鳥進去 只見趙氏扶著床圓 一頭撞去 已經哭死了 眾人且扶著趙氏 灌開水 叫開牙齿 灌了下去 灌醒了時 披頭散發 滿地打滾 哭得天分地暗 連嚴鑑生也無可奈何 管家都在廳上 女客都在堂屋後臉 只有兩個扣奶奶在房內 乘著人亂 張歇衣服 金珠首飾 一腦精胸 連趙氏方才帶的赤金罐子 滾在地下 也十起來藏在懷裡 嚴鑑生方忙叫奶媽抱起兒子來 哪一匹麻梯他披著 哪時依襟觀過 都時現醒的 入過了臉 天才亮了 靈救亭在第二層中堂內 眾人進來參了寧 各自散了 次日送孝報 每家兩個 第三日成福 肇事定要披麻大孝 兩位舅爺斷言不肯道 明不正則言不順你們此刻是姊妹了 梅子替子子子大一年孝 穿細報孝三 用白報孝枯 以禮已定 布桑出去 自此收齋 李七 開桑 出殯 用了四五千兩銀子 鬧了半年 不必細說 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水 田上收了新米 每家兩石 葉冬菜 每家也是兩石 火腿每家四隻 雞鴨小菜不算 不覺到了隨即 嚴鑑生拜過了天地祖宗 收拾一席家宴 嚴鑑生和趙氏對坐 奶媽帶著兒子坐在底下 吃了幾杯酒 嚴鑑生吊下淚來 只著一張櫥梨 向趙氏說道 昨日點舖內送來三百兩利錢 是你黃氏子子的私房 每年立月二十七八日送來 我就交給他 我也不管他在哪裏用 今年又送這銀子來 可憐就沒人接了 趙氏道 你也別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 我是看見的 想起一年到頭 逢時遇節 甘利斯姑送合子 賣花婆換朱翠 但三言琵琶的女合子不離門 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 放他有心慈 見哪些窮親戚 自己吃不成 也要給人吃 穿不成的 也要給人穿 這些根子 夠做什麼 再有些也完了 到是兩位舅爺 從來不沾他分毫 依我的意思 這銀子也不必用掉 到過了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 剩下來的銀子 料想也不多 明年是科舉年 就是送給兩位舅爺做盤情 也是該的 嚴鑑先生聽著他說 桌子底下一個貓就趴在他腿上 嚴鑑先生一腳踢開了 那貓客的跑到房內去 跳上床頭 只聽得一聲大響 床頭上吊下一個東西來 把地板上的酒潭只都打碎了 那竹去看 原來那瘟貓 把床頂上的板 跳塌了一塊 上面吊下一個大竹柳子來 靠近看 只見一地黑祖子半在酒里 滅柳橫放著 兩個人才版過來 祖子底下 一封一封 桑皮紙包 打開看時 共五百兩銀子 嚴鑑先生嘆道 我說他的銀子那裡就肯用完了 像這都是歷年積罪的 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來用的 而今他往那裡去了 一回哭著 叫人掃了地 把那竿桑子裝了一盤 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 伏著靈床前 又哭了一場 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 在家耿耿煙煙 不時哭泣 精神顛倒 彷彿不寧 過了燈節後 就叫心口疼痛 初時撐著 每晚算帳 直算到三更古 後來就漸漸飲食小進 骨瘦如柴 又捨不得銀子吃人心 趙氏勸他道 你心裡不自在 者家無事就丟開了罷 他說道 我兒子又少 你叫我託哪個 我在一日 小不得了你一日 不想春氣漸心 乾木刻了皮肚 每日只吃兩碗粥湯 我藏不起 等到天氣和暖 又勉強進攝飲食 爭起來家前屋後走走 熬過牆下 立秋以來 病又重了 睡在床上 想著田上要收早到 打發了管莊的瀑人下香去 又不放心 心裡只是急躁 那一日早上吃過藥 聽著燒燒樂業打得槍指響 自覺得心裡虛脅 長嘆了一口氣 把念潮床裡面睡下 趙氏從房外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 就辭別了到省城裡鄉市去 嚴鑑山叫丫頑扶起來 勉強助著 黃德黃人道 好幾日不曾看妹像 原來又壽了些 起得精神還好 嚴鑑山忙請他坐下 說了些恭喜的話 留在房裡吃點心 講到徐夕晚你這一番話 便叫趙氏拿出幾封銀紙來 指著趙氏說道 者道是他的意思 說指指留下來的一點東西 送給二位老扣添著做恭喜的盆費 我這病勢沉重 將來二位回府 不知可否會得著 我死之後 而構照顧你外生長大 教他讀讀書 增著進個學 免得像我一生 終日受大房裡的氣 兩位接了銀紙 每位懷女帶著兩封 借了又借 又說了許多安慰歡心的話 作別去了 自此嚴鑑山的病 一日仲此一日 毫無喜悉 諸親六眷 都來問候 五個侄子 穿梭的過來陪囊中弄藥 到中秋以後 醫生都不下藥了 把管莊的家人 都從鄉里叫了來 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 晚間擠了一屋子的人 桌上點著一盞燈 嚴鑑山喉嚨你 談響得一進一出 一聲折一聲的 總不得斷氣 還把手從避丹里拿出來 伸著兩個指頭 大侄子上前問道 二叔 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曾見面 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 二侄子走上前來問道 二叔 莫不是還有兩筆銀紙在那裡 不曾吩咐明白 他把兩眼睜的留圓 把頭又狠狠的搖了幾搖 越發指得緊了 乃腹抱著兒子插口道 老爺想是恩兩位舅爺不再跟前 故此惦念 他聽了這話 兩眼閉著搖頭 哪手指是指著不動 肖是慌忙 嗨嗨眼淚 走近上前道 老爺 別人都說的不相干 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 只因這一句話 有分教 增田奪產 又從骨肉起鍋毛 繼自然中 齊向官司進持縱 不知趙事說出什麼話來 且聽下回分解 家朵